他们孤独无助 他们无法从事喜欢的职业 他们是成人世界的孩子 是孩子中的成年人 这个小小戏剧团能否给他们带来欢乐和希望 敬请收看本期道德观察 秀真人的皮影剧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鱼 小鱼 我们有水了 小鱼 小鱼 我们要放水吧 小姑娘 小姑娘 你看谁来了 妈妈 你看现在这毛病现在就是 他一抖楚牙停下 抖沙停下,不连贯 一定要连贯醒了 人就这样唱片头 还有一个不贴幕的 26岁的于海瑞 站在这些三四年级的学生中 几乎看不出来 于海瑞是北京秀真人皮影剧团团长 剧团只招募秀真人演员 学习皮影戏 像普通的比较简单的这个 他们学了三个月左右 再唱腔的话就会有些难度 因为唱腔的话他们是同音 我们唱就感觉是像唱歌一样 王熙是秀真人皮影剧团的创办人 原本秀真人演员只在舞台上表演 但2012年皮影戏开始走进校园 他发现小演员们似乎很适应老师这个角色 把这个影人啊 因为表演的有灵活灵线 像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也一样 我们手里拿的不是道具 我们手里拿的是操作的一个人 小孩子们把他们当作哥哥姐弟一样 然后特别开心 姐姐这个怎么演呀 那个怎么表演 怎么来操纵 他们就会非常流畅 特别的好 秀真人 他们那个身高 那个相貌 你乍一看 怎么有点像七八岁的孩子 但是这些人只是身体长不大 他们的年龄仍然是在自然生长 王熙 是因为做皮影戏才认识了这些秀真人的 对于就业 秀真人几乎没什么选择 皮影戏是因为没人来选择 这就像前世注定的缘分 皮影戏和秀真人自然而然的就彼此走近 相互取暖了 2008年 王熙最初是想做皮影戏传统文化的传承 请了民间老艺人来表演 老艺人提出愿意传授记忆给年轻人 这些老艺术家也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长期发展 也不可能靠我们这些老头子 你们必须应该有自己的传承人 年轻的人去传承这个事 王熙很快发现 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静下心来学习皮影戏 以走然的机会 王熙认识了秀真小明星吴小丽 他当时是中国秀真人联谊会的会长 当时有好多秀真人想找他 让他帮忙找工作 我们可以让他们做这个皮影衣士的传承 你们好 我叫林安强 我在剧中操作的是五生 谢谢 2008年六一儿童节 由秀真人表演的儿童皮影剧大获成功 王熙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在全国范围内 招募秀真人演员 所以电视报道的比较多了以后呢 就是北京院和全国的一些秀真人看到电视以后 就想加入到咱们这个团里来 24岁的黄帆来皮影戏剧团也就半年时间 他最大的愿望是能有朋友 最喜欢的事是和一群朋友一边工作一边聊天 我就更喜欢这里 他们那么高跟我一个这么小的一起玩 他们觉得很没面子都是这种的 黄帆基本没怎么上学 因为个子小 他几乎是害怕和人交往的 别每天都受机会 有的时候抱起来 这么甩那么甩 反正摸头打打脑袋 姐姐终归是要嫁人的 黄帆一个人生活后 除了看电视就是画画 六年时间里 他几乎是在孤独中度过的 都是一个人 反正几乎每天都不说话 除了画画就是画画 黄帆的人生逆转是源于 他终于发现了 袖真人皮影戏剧团 虽然家人一致反对 黄帆还是偷偷地跑到了北京 这么多小个儿的 我觉得我找到了家的感觉 那种非常兴奋 然后就在三年前 我就跟我父母讲了 他们不同意 他们说我太小了 来这里会受到欺负 凭借六年国画的基础 黄帆得到了这份工作 虽然吃穿住行比不上家里 挣的也比以前少很多 但这里让他找到了满满的归属感 钱已经反正现在对我来说 不重要 好像就是钱买不到这种感情 我们这种快乐 给黄帆的另一个惊喜是 他知道自己还能再长高些 五个月以来 他一直在打生长激素针 从刚来时的一米一五 长到了一米二一 原来就这么矮吧 就站起来就到我眼睛这里 然后现在这么高了 长了六公分 对 长了六公分 周四上午 北京的一家小学组织两百多名学生 来剧团观看皮影戏 和制作皮影道具 来之前 老师和学生们大多不知道 这是一家秀真人剧团 刚才刚进来的时候 还这么多看了 我说咱们学会尊重人和事 然后其他还这么多事 然后你跟他一说他也不 他节奏挺比较 还行 这个人数还算少 是吧 接待六百人 自助攻和看演说 过话 都是一边这边也忙着 这边也忙着 就是不闲的 团长于海瑞最忙碌 虽然接待几百人 也是常识 不过剧团里 十六名秀真人演员 去宁波参加影视剧的拍摄 留下的人 也就那么十来个人 这一阵心没闲着 都没闲着 对 明天还会 这就是散客了 就周一到周五 都是领先团 皮影戏剧团招募了 来自十八个省的 近百名秀真人 资深一点的秀真人演员 被派到各地见分剧团 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创造机会 让更多的秀真人加入 我们现在前阵的 有一个男孩是七十公分 七十公分 他基本上把那个 皮影戏的案子都够不着 所以我们不把他们当主力 他非得要来学 对秀真人来说 加入皮影戏剧团 几乎是人生的一次重生 对家长来说 无疑也是莫大的安慰 这个小孩如果在家的话 就会非常的郁闷 时间长了 对孩子的性格来说 越来越孤僻 而且让他们在这边 在这个氛围达到 让他们生活得更加积极一些 快乐一些 对秀真人来说 剧团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 这里没有歧视 也不在孤独 有朋友 有事业 有归属感 最重要的是 在剧团的工作 让他们忙碌 积极 充实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信 这可是千金不换的快乐 这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知足 所以就算吃的差点 住的简陋点 都不能挡住他们想要追逐的生活 但是命运对他们来说确实是苛刻了点 未来的路上 他们依然人生多奸 其难度是常人的百倍 26岁的冯波 不仅是剧团的台柱子 能演好武松打虎里的武松 更是一位好老师 成熟理性 沉稳 而又不乏幽默 不论是校园授课 还是在剧团手工课上 都深受学生的喜欢 这样的话 一边一个 你看 这边一个 还有我这个都好 这边一个 对 看着现在的冯波 谁也不会想到 来剧团之前 他曾是一名医生 冯波在小学四年级时 被诊断为绣针人 而让父母最为难过的是 因为发现的晚 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冯波没有向其他绣针人 因为歧视而选择退学 而是坚持考上大学 毕业后在当地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但他很快发现 几乎没人敢让他看病 所以你在这上面 在这上面是受打击的 后来一直不被信任 所以你的情绪是由高到低 最后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准 对对对 是你自己先放弃的 是我自己放弃的 23岁时 冯波不顾父母的反对 从医院辞职来到北京 成为皮影系演员 手脚灵活的他 很快就掌握了掰杆技术 再加上善于雕刻 成为剧团的台柱子 别人说你们是 我知道你们是干皮影的那群小孩 你们这个皮影还做得还挺好的 我看过 这时候你就跟那医生得到别人 肯定是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冯波来剧团的收获之一 是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冯波说 父母以前甚至都不敢想象儿子的婚事 父母会担心 他们当时就害怕我找不着对象 因为身边可能没有这样子 对对对 他们就害怕找不着对象 贾盼和冯波结婚时只有22岁 在剧团里是主持人兼表演 在众多追求者当中 他选择了冯波 但这桩婚事对他和家人来说 没有带来多少欣喜 我哥哥说 哎呀你们两个人都这么小 以后可怎么办啊 其实把我爸爸妈妈的话都说出来了 贾盼知道家人的犹豫 除了嫁个秀真人 他别无选择 但是两个秀真人结婚 他们何以为生 身材都很弱小的他们 又如何能彼此照顾呢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是 我们两个人要互相有一点依靠了吧 就不用他们去太操心了 如今剧团里已经有12对夫妻 2012年12月1号 剧团曾为7对夫妇举办了一次集体婚礼 剧团条件有限 这些小夫妻结婚后 既没有财力自行租房 也不想离开这个集体 所以还是分居住在男女宿舍 黄帅最喜欢台词课和表演课 虽然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 他比较活泼 其实要是原来演小笨章杆的时候 让他演也行 吴老师是电影学院的教授 退休后应邀来给皮影剧团的演员培训 才讲了一个半月的课程 但已经注意到 黄帆和贾盼等几个学生的潜质 第一不怯场 第二他能够注意到一些细小的东西 他能给你在这么一个很小的练习当中 表现出他的那种潜质来 2014年 剧团的秀真人演员朱洁 出演了秀真妈妈 《一夜成名》 步入影视界 给剧团里的演员带来不小的震荡 王熙说 北京市政府给予了多种扶持 剧团也享受着各种免费政策 但皮影剧团目前刚够收支平衡 王熙需要经常外出拓展市场 剧团的日常演出 交给了于海瑞和冯波 现在洗的家 梁阿星可以去吗 可以 那又梁阿星吗 梁阿星就跟我去就可以 另一个让王熙犯愁的事 是演员在注射生长激素针 王熙内心不太赞同这种 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做法 但也能理解队员的心情 我们因为少过几年 我们也想把这个身高高度带涨上去 我们要体验一下正常人的这个高度的生活 生长激素针一个月需要1000至3000元 剧团演员的平均收入只有2500 演员不吃不喝把钱用来打针 很多人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 王熙筹到了10万元钱 11个人平均每个人就能打三个月 免费能打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还是需要自己付钱 在古灵到达15岁之前 剧团的秀真人演员还都有机会再涨高些 王熙着急的是 许多人的古灵都已经12、3岁了 得尽快筹钱 在古灵闭合之前 让他们能有机会再涨高些 秀真人 因为秀真 无形当中就被剥夺了很多生存的权利 比如教育、社交、择业 甚至未来和梦想 在一次次碰地之后 他们就只能选择躲避和自处 孤独、抑郁、无路可走 对他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囚禁 所以这个皮影戏剧团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 在这个圈子里 他们扎堆取暖 相互鼓励 相互搀扶着 继续前行 也让他们不敢轻言离开 在这个小圈子里 小群体里 他们找到了希望和力量 那是因为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群体里 他们很难找到这些东西 当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群指向的是不同的范围 内容 生活质量的时候 要改变的就不只是这些秀真人 毕竟 生长激素能解决这个群体身体的高度 但解决不了另外一个大群体精神的高度 我是陆一铃 林天见 腊月26 儿子和孙女突然失踪不见 那个年你要不得命啊 去哪个家走 走不走了 我上哪走 孩子出生三个月 儿媳为何离家出走 就是问他一样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这个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离奇失踪的妇女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